正中午的豔陽下 抬塞杯職業男子網球賽 單打冠軍戰 十六歲的世界青少年球王 曾俊昕 強碰三十四歲的 亞運老將陳迪 台灣世代的對決 誰也不肯讓步 大戰三盤兩度搶擊 三小時四十七分鐘的擊戰 曾俊昕以六比一 六比七 七比六 首度在台灣瘋王 我覺得我們兩個 都表現得很好 然後可能就是 我在關鍵球的處理的時候 就有幾顆球比較幸運一點 我覺得我第一盤打完之後 到了第二盤還有第三盤前面的時候 就開始有點沒力了 然後就是因為比賽拉得越來越長 然後天氣又很熱 然後就是讓我自己的體能 也就是下降很多 然後我自己的發球上面 就是進球率變得比較低 在決勝盤的搶七大戰裡 曾俊昕強力正派壓制 以七比一勝出 搶下職業賽第三個男單冠軍 看在網壇前輩兼建中大學長 陳迪的眼裡 對這小老弟更是讚譽有加 其實以他這個年紀 打這樣子的球 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因為說實在 我在十六七歲的時候 我還在上課讀書 打籃球 游泳 就是你知道 還不知道自己未來是什麼 那其實他在這麼小的年紀 就已經很篤定的 將來要往職業走 想要去踏上這條蠻辛苦的路 那其實我覺得他的起步 做得非常好 就是因為陳迪一直 從小就是我的非常敬佩的對象 然後就是 因為他就是有非常好的一個態度 然後也非常有運動家精神 然後就是我一直在效仿他 然後今天可以贏他 他就感到非常高興 結束了台塑杯第二戰 陳迪將前往中國打挑戰賽 為八月份的亞運做準備 而夜市球王曾俊昕 則成了小小網球選手的偶像 簽名拍照過後 即將契承前往法蘭克服訓練 備戰沒網 期望拼回第三座大滿冠軍杯 瀟灑告別青少年選手生涯 外地新聞採訪報導